今天來到新竹額美十二寮休閒農業區走一走 找了一間湖邊咖啡廳 坐下來休息吃點心 結果下雨了 剛才在來的路上 有看到一座很特殊的教堂 查詢結果發現這座教堂有很多故事 立即預約當天下午兩點半的導覽場次 教堂斜對面有個停車場可以停車 跟著導覽人員進入天使教堂 導覽說明約一個小時 首先導覽介紹的是 花了十年才取得土地 以建物的產權 接著是日本搖廠 同意層次少量特殊的烏瓦 在這裡 现在要进入教堂内部 再来要介绍美国彩绘玻璃 以油画修复的困难度 尖证柜凳的数量 以尺寸也非常巧合 制作祭台还有梦境奇迹 也有巧遇天使铜雕作家的机缘 圣母雕像失去后 还有巧遇研雕刻家 导览结束后 感谢无数个天使让教堂重生 最后在教堂巧遇前副总统 陈建仁先生 结束今天的行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